今天我們的女主角Kiki她選了一件非常好看的洋裝 這也是她自己合意的一個作品之一 然後我們看到她今天可以展示她的身體的線條 然後還有這樣一片一片拼藉這樣合意式的一個拆剪 就是既修飾身型但是又不會省得狙擊眼術 那在髮型上面呢 因為她露出了大部分的肌膚都是在最瘦的部分 那女生最漂亮的就是肩頸跟鎖骨的部分 所以我們選擇露出一半 在做的過程當中可以用手去濕看她的那個捲度 那這些捲度呢看起來有一點點小凌亂毛躁都沒有關係 然後讓頭髮呈現有一點點飛揚的感覺 然後正面的話就很像是頭髮撥到側邊 顯示很女人的感覺 但是又不會太女人 就會有年輕的女人的舒服的感覺 像這樣的髮型 配上這樣的女人 所以適合不破片 這次Kiki選了第二套的服裝 然後我很喜歡她這個搭配的概念 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看到原本呢 我看到她的洋裝 我剛才先起來看一下 這洋裝本來精彩是很簡單 而且因為是絨布的關係 所以她看起來其實是細分的優雅 而這個髮型呢 的一個重點 她非常非常簡單 就是我們只要梳一個很高的馬尾 就是在梳的時候我們只梳表面 那很多頭髮在那層反折的時候呢 她在裡面其實是沒有被梳開 她會有在裡面會有一個推擠的控度 在這時候我們一看起來 她的側面頭前就會很漂亮 然後在側面看起來 在最後結束的這個高馬尾的部分 這是最高的點 然後我們把頭髮全部的往前擺 所以我們用這種方式呢 會到這個頭髮 產生一些衝突感 然後呢 也會有拉長臉型的效果 最後呢 我們在這裡修飾 這樣就可以了 像這樣子的髮型啊 其實都可以試試看 又可以很顯瘦 然後搭配這樣子很優雅 但是它又有華麗的這種 一個概念其實是非常好的 其實大家都可以在家裡試試看 然後在出去的時候 應該會非常贏得住 之後再度過... 我會報告一下 再度過一個大礦 然後再度過一個大礦 還有一個大礦 我們可以看到 我們可以看到 我們在這裡的地方 我們可以看到